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被问,听过自己最离谱的八卦是什么?杨子回答完,粉丝失望了。 杨子在最近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杨子是一个响当当的童星, 在小时候演过家有儿女,之后就火爆了起来, 但是在长大之后消失过一段时间,因为她的长相很多人都在质疑她不适合娱乐圈。 但是杨子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其实自己可以在娱乐圈混得,而且混得非常的好。 现在杨子成为了很多男明星中捧的人, 毕竟和杨子合作过的男明星都非常的火,比如说李线。 杨子的性格非常的活泼可爱,很多的人都比较喜欢,尤其是在娱乐圈中无人不爱,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比较喜欢和杨子一起玩耍,杨子的天真像是在童年遗留了一样。 说起娱乐圈中谁最幽默或者是谁最好玩,很多人都指向了杨子。 当杨子长大之后在娱乐圈中的这几年,还真的没有特别大的绯闻。 所以在这个时候杨子被问,听过自己最离谱的八卦是什么? 很多人都以为,她的答案应该是她和张艺山在一起了, 毕竟很多人都希望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而且很多人也特别的希望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搭配, 他们两个人从小就非常的要好,长大之后也是互帮互助,非常的好。 但是她给大家的答案竟然是,是她和张艺兴恋爱的绯闻。 在之前的时候就有媒体拍摄到她和张艺山谈恋爱了,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举止行为都非常的暧昧, 甚至一起上综艺都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有好感。 张艺兴长得非常的帅气,而且她的性格也非常的好, 和杨子正好起了互补的效果, 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应该是一对神仙眷侣。 而且娱乐圈中也有很多的人都默认他们两个人谈恋爱了, 很多人也都在问杨子这个问题。 但是通过杨子的这一个答案,很多人都明白了, 他们两人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因此在这个时候让很多的网友以及粉丝们都非常的失望了。 你希望张艺兴和杨子在一起吗? 童星出道的杨子, 现如今他在演艺界有多大成就和收获? 娱乐圈中不乏许多童星出道的演员 但是论最红的莫过于杨子了, 现如今的杨子在演艺界中成就和收获也非常大,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有代表作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有代表作显然已经说明了一切, 杨子出道以来作品不断, 不管是战长沙还是后续的欢乐送亲爱的热爱的等, 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杨子不俗的演技。 杨子几乎演一部就能够火一部, 于是许多导演都争相邀请杨子, 杨子无疑在娱乐圈中是非常火的, 杨子塑造了很多快智人口的角色。 这些角色也已经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因此杨子在娱乐圈中举足轻重。 在90后的女演员中, 杨子绝对属于翘楚, 杨子有目标也非常有拼近, 这几年杨子不断地在尝试不一样的角色, 这是杨子的报复, 也相信他可以越来越好。 2.热度和流量居高不下 杨子出道多年, 但是早期几乎不混娱乐圈, 早期的杨子还是走主流路线, 在不少证据中都有精彩表现, 但是后几年杨子逐渐走进娱乐圈, 也参加了不少综艺节目。 对于一个艺人来说, 这确实可以提升曝光率以及知名度, 不管外界对于杨子存在怎样的想法, 我始终觉得杨子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艺人。 他既要口碑, 也需要流量, 毕竟当你的流量上去了, 你所塑造的角色才会有人看, 才会有人关注你, 这一点杨子非常的清楚, 所以现在的杨子既可以被称作实力派演员, 也可以被称作流量明星。 流量和热度居高不下, 这是杨子目前所收获的, 当然仅仅凭这两点, 杨子就可以在娱乐圈中立足, 也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杨子的未来可期, 杨子绝对可以继续在娱乐圈中立足。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